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看一下未来会怎么样走 大家从屏幕上可以看到 这是从2017年以来的地产走势 大家知道2017年海外买家税和央行贷款测试 导致这个地产市场下跌 那么我们最近一次的最高点是出现在去年的2月份 在不同的区域不一样 2月和3月 多伦多的大多地区基本的平均售价是133万 那么从3月30号开始央行宣布加息 连续8次加息 一直使多伦多的平均市场价一直下跌 一直跌到今年的2023年的1月 那么2023年的1月25号 央行宣布开始暂停加息 这个时候呢 多伦多的平均市场价是103万左右 那大家看到从133万跌到103万 这是一个很大的跌幅 在央行宣布暂停加息以后 市场开始起稳往上走 特别是在今年的4月和5月 4月份多伦多的平均市场价上涨了4% 5月份也上涨了3%左右 那么达到了5月份达到了市场平均价的最高点 119万5000 央行在6月7号和7月12号又分别两次加息 各加了25个基点 那么又给市场泼了一盆冷水 所以大家从曲线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市场随即下跌 平均价又下调 那么截止到上月为止 2023年的8月 那么多伦多的平均市场售价是108万 我们回顾一下 从加息开始133万 跌到了上次的加息暂停 是在从103万涨到了119万 又加息两次以后 跌到了现在的108万 OK 那么回到了现在 我们9月6号 央行已经声明暂停加息 但是他们同时说 还会关注后面的GDP和失业率等等数据的变化 来决定下一次是不是加息 在今年还有两次加息的窗口期 一次是10月25号 还有一次是12月的6号 10月25号是不是加息 这个是大家也非常关注的话题 那其实我们不只是关注加拿大的地产情况 和整个的经济情况 更多的还要看美联储那边如何操作 所以下一步如何走您是怎么看的 地产这个根据多年的行业经验和我的一手数据 我个人认为在今年的下半年 大体可以用这样三句话来总结 第一市场会在底部震荡 不同区域有不同表现 第二交易量会反弹 第三不同的户型和房屋状态 它的市场表现会分化很严重 那什么叫底部震荡呢 我刚才也讲了 9月份大概率 因为传统的加拿大的秋季市场 本身市场会相对活跃 再加上9月6号央行暂停加息 我相信9月份到10月初的这段时间 市场会是比较稳中有升 市场相对活跃的阶段 有从上周我已经关注到市场 很多的卖家开始把房源放到市场上 我昨天也刚刚新上市了两个房源 所以会有更多的房源放到市场上 也有更多的买家 开始看到市场的机会入场 所以9月份到10月初的这一段时间 大概率会是一个相对活跃 特别是跟7月8月来比 是会一个交易量上涨的一个月份 那么7月8月交易量分别是 5250和5294大多地区的交易量 那我个人预计在9月份 应该会突破肯定会高于这个数字 希望能够达到6开头 10月以后更多的要看10月25号 市场对于是否加息如何消化 如果大家的判断是10月25号不再加息的话 那我相信这个秋季市场会一直持续到11月中左右 如果10月25号又再一次加息 那坦白讲大多市场很可能提前进入冬季市场 所以呢会有一个9月份有一个小的向上的一个调整 到10月初 10月25号或者11月以后 传统到冬季会有往下 这是一个在底部的一个波动 波动的幅度应该不会很大 所以不用太担心市场会突然暴涨 或者又继续暴跌 我个人不这么看 那么交易量反弹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不同的户型为什么会严重分化呢 在疫情以后装修的成本其实是直线上升 也有更多的人非常的觉得难以承受这个装修的过程 以及成本的上涨 所以已经最新装修好的或者新房子状态好的 很modern的这种style的户型 会在市场上比较受欢迎 也会在很多情况下 特别是在北部约克区啊 万锦啊 Richmond Hill 甚至旺的一些区域 都可能这些户型还是一个抢off的状态 会造成小的范围内 大家觉得一防难求的情况 但是一些条件不好的户型 比如比较老旧 没有任何装修 当然还没有到Flipping 没有到翻新的这个阶段啊 这样的房子呢 很可能是乏善可陈 无人问津 所以不同的房屋的状态 会导致不同的一个结果 差距会越来越大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市场非常好的情况 比如都是权力上涨的时候 不管你什么房子 可能都能卖一个很好的价钱 但在金庭的市场不是这样了 所以找一个更专业的地产经纪来帮你 给你出更专业的经验 更专业的意见 来帮你卖出一个更好的价钱 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最后呢 地产之间给你五条锦囊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第一 对于刚需房的买家 我建议大家优先做好贷款的评估 刚需房包括年轻人刚毕业的 还有海外刚刚移民的登陆的这些人群 那么如果你是一定要买房 在近期内建议你做好贷款评估 然后多去出去看 多对比 大胆的下offer 这里希望你有一个专业的地产经纪 也能够帮到你在谈判的过程中 帮你拿到一个很好的deal 第二 对于小换大的朋友 希望现在是condo换townhouse 或者是townhouse换成一个detach 这样升级的朋友 那我建议你找专业人士 做好现金流的一个计算 你当前还贷多少 cost是多少 你换到大房子以后 你面临的压力有多大 一定要把这个算得非常清楚 而不是只是拍脑袋一想就去买了 结果发现承担起来很吃力 所以要做好这个计算 然后再根据专业的意见 决定是先买还是先卖 还是先买到手 租一段时间再卖 这有不同的组合 当然如果能够把握好时机 这里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 小换大的窗口期 也能够实现从一个慢车道 切换到一个快车道 这是今年的下半年 很可能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对于一些持币代购的朋友 手里有一些现金 就等着市场能够调整 入场的这些朋友 我相信这里边有很多是投资客 那么这里大家要做到的是 同样要做好贷款的评估 第二是选好户型 因为投资的户型和自助的户型 其实有很大的差别 根据你的资金量来判断 你应该选什么样的户型 什么样的区域 这里边相信更多的专业的地产人士 会给你投资地产的一些详细的建议 但我在这里给你几条小的tips 我在后边关于如何投资的 这个视频里还会详细地深入地去探讨 第一就是户型里最好能够是 租给multi family 就是租给两户三户这样的人家 他的现金流会更好 当然对于房子有一定的要求 第二这个位置最好要便于你的管理 以及考虑到你潜在租客 例如你这个租客面临的是学生 那他的对学校的远近距离 如果是工作的 他的上班开车或者是坐地铁和go train 是不是方便 这些都是投资房要考虑的因素 这些都在大家在选房的时候要考虑 其实在大多地区有几个pocket 就我们说的社区是非常好的 投资房的潜在社区 将来我也可以给大家分享 那么对于现在已经有房 但是现金流比较紧张的朋友 我给你一条建议 根据你的房型 如果你是detached 甚至你是townhouse 比如你是单边townhouse 地下室不怎么常用的 可以考虑把房子的一部分拿出来分租 现在的政策在多伦多 只要你有separate entrance 有另外一个出口是合法分租的 在北部区域 约克 咱们华人大多数的 在Richmond Hill和万锦 是理论上是要去申请permit 去出租 但是我在以后的关于出租的话题里会详细地讲解 但是大家可以考虑这个因素 把房子的局部 比如地下室啊 或者有的是那种叫back split five 这种户型的通往后院的family room 拿出来局部做个出租 这样你有更多的现金流 来帮助你缓解缓带的压力 第五 对于当前还没有身份的朋友 不管你是留学生 还是陪读妈妈 还是在等着身份的这样的朋友 所谓的海外买家 当然因为从今年的2023年的1月1号 到2024年的底 是加拿大是不允许海外买家买residential 也就是说民宅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朋友 其实还有更多的机会 如果你想把钱拿到加拿大 能够抓住当前这波低谷入场 能够跟上下一步的上涨 如果你有这样的思想的话 其实你有很多机会 我在另外一个视频里会讲到 海外买家有拿八种方式 可以投资到加拿大的地产 简单地讲 比如说你可以找商业物业 或者可以找六个unit以上的 叫multi family 都是可以的 总之还是有机会的 找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 我是你身边的地产投资规划师 我是地产J哥 Jason高 如果您觉得这段视频 最近有帮助 欢迎点赞 或者关注我的频道 也可以根据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 来联系我 执行更多的细节 谢谢 财蛋来了 那么10月25号 央行到底会不会加息呢 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在10月26号 在评论区里挑选答对的朋友 以及follow我这个频道的朋友 抽取三张每人送取一个50块钱的提摩核争卡 希望你是中奖的那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